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1月7日星期三 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楊瀚言 先和大家看看衛星圖片 可以留意昨天下週 沿岸部分雲量比較少 充沛陽光 天氣比較熱 但入夜之後 我們看到廣闊的雲團 正逐漸向南擴展下來 並且靠近沿岸地方 其實這些雲團是和一條冷風相關連 冷風正在橫過廣東沿岸地區 預計和它相關的清涼空氣 今天會逐漸影響到香港 在冷風過境之前 其實我們看今早早的天氣 比較潮濕有霧 我們留意在無論港內 或者在東面水域 林建度都下降到一千米以下 特別是東面 好像橫蘭島附近 林建度更加一直徘徊在一百米左右 所以在此提醒大家 如果今天要駕船的話 就要特別留神 在冷風過境之前 其實我們今早早的氣溫 各區最低暫時都在市區18度左右 其他各區就在15至18度之間 不過提醒大家 今晚氣溫會再低一些 詳細情況會是這樣的 預計今天將會是多雲 能見到頗低的 初時又是兩陣雨 而氣溫徘徊在18度左右 預計天氣會逐漸轉涼 去到今晚氣溫會下降到15度左右 風方面會出一些和緩的北至東北風 風勢會逐漸增強 至於未來幾天當冷風過了之後 在華南地區就會受到冬季季後風影響 季後風也同時會比較乾的 令到我們這區的雲層會逐漸消散 在沿岸這部份 天氣就會比較涼 我們也展望香港的情況 在未來兩三天將會是大致天晴 而早早的時間將會是相當清涼的 大家要留意天氣的轉變 香港天氣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 多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